突然间出现 你的画面 闭上眼 我看见 某个时刻 某个地点 偶尔偷偷看你一眼 躲在墙的后面 就让我坦白一点 即使是我 就为你写 我的情人节 I love you so 我想听你说 I love you more 小小的剧动 都让我喜悦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走了多久才 走到今天 我的记忆过好甜美 只要你开口 什么都OK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爱多一些 爱你多一些 我的情人节 我的情人节 I love you so 我要对你说 I love you more 这是我小鬼 你陪不下坏 我啥 笑出来 爱掉了眼泪 喝了多久才 等不到今天 我的情人节 问你不愿 只要你开口 只要你开口 什么都OK 那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在看 Mole 我看你 爱你 啊 好 既然没有 那么就请大家不要再想着 怎么调整公司管理层 想想看解决方法吧 画廊业务啊 在我们整个集团的产业链中呢 是属于亏损状态 据我所知 目前市场上对云马艺术 有兴趣的买家不在少数 比如斯诺集团 云马 你在这儿 说 这是你发老的衣服 你进来干嘛 你在里面我当然进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开会啊 开什么玩笑 这儿就你一个人 视频会议 懂不懂我你啊 我才不懂你们这些高端玩意儿呢 我不过就 我不过就 等等 你能看到他们 也就是说 他们也能 看到我 我爱我爱我爱我 我爱你丢光了 都怪你 怪我什么呀 你自己没敲门进来的 我问你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衣服怎么被人换了 你 什么都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的事啊 什么事 没什么 你快说呀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 我的衣服 你想想啊 这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 那你的衣服 你 你流氓 杀死你 打死你 你居然敢欺负我 拜托 要是流氓的话 也是你先动的手好不好 董事长 早餐好了 好的 谢谢 你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 这么大个屋子 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当然肯定还有别人帮我打理 你的衣服也是她给你换的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了 不然你去问问阿姨 问问你是怎么吐人家一身的 不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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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去吃早餐 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移动位置 说明她的被添加过夜了 你说谁在哪儿过夜 来 她昨晚没回来呀 不是 你们俩不是一起去参加生日会了吗 她人呢 那你找着呢 这下 你总该守守了吧 被黑了 以为删了我的代码就能阻止我 我分分钟给你做个生机版 土壤堵塞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星空投影一到货了 要过来开箱吗 你要去哪里啊 你还没跟我说周氏去哪儿了呢 我 周氏姐人呢 你想想耳朵倒是挺好的呀 你没发现你主人不在家吗 不用打了 必须给你拿电脑都找不到她 那咱们怎么还不去找 好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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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喝口味啊 再重新帮她做一份 不用不用 我没有胃口 你还会没有胃口啊 那个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就告诉我呗 你不是说我心里不踏实 昨天你不是把李明成的字给了我吗 我过去给你送字 结果碰到你在那儿喝多了 我本来要把你送回家 可你 就非要拉着我 要来我家喝酒 然后我们就在游泳池边一直喝酒 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你就摔进了游泳池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你从游泳池里拉上来 然后就把你背进了房间 让阿姨给你把衣服换了 然后你 放 放 放出了 后面我知道了 这 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要多复杂 所以 你 我们没有 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就知道你是正人君子嘛 绝对不会成人自卫的 我不是奸商大魔王吗 怎么又成了正人君子了 死一时比一时嘛 好好吃啊 好吃你就多吃点 嗯 之前对你还不是很了解 嗯 大家让你很多事 做的确实挺过分的 不会很正常吧 不过现在看来 女人还挺好的啊 那既然知道我是好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接触接触啊 好啊 好啊 不过 嗯 只见朋友 你想更多 我还不乐意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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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诚哥 你怎么会有他的简历 我们云马集团每年都有优才计划 招收明孝的大学生作为公司的储备人才 看来你的明诚哥也给我们投了简历啊 可是他怎么会投给云马呢 什么意思啊 我们云马还配不上李明诚了吗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他明明是物理系的 按理说 应该是报考科研方向啊 怎么会 他的这份简历 在学生当中还算不错 但是如果作为应聘者而言 他跟其他人比 经验就太过不足了 不具有什么竞争优势 你看 你怎么滑过去了呀 你不用他呀 我都说了 经验严重不足 不具备竞争优势 我们云马 可是很多人都想加入的 很多人挤破了头也进不来的 可是明诚哥他很优秀的 你不能因为跨专业就不要他呀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 你可以先见见他 就算拒绝 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嘛 我自从接管云马以来 从未亲自面试过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再重要的高官 我为什么要面试他呢 一个很有可能 都无法应聘成功的人 可是明诚哥他不一样 他有什么不一样 他只是在你的心里不一样 而在我这儿一视同仁 如果我要给他单独面试的机会 对于其他的应聘者而言 是不是不公平 确实是有点不公平 可是 可是我不都看到了吗 我还不管他的话 我以后见到他会觉得对不起他的 我可以面试的 真的 但是 至于他是否能够应聘成功 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当然当然 明诚哥要是知道 他是靠关系进的 肯定会埋怨我的 快去吃饭吧 赶紧吃饱了我送你去学校 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一 二 三 哇 这款机型啊 最多可以投射十二万颗星星 还能展示三百六十五天 任意一天的星空 不光如此啊 还有流星效果 配合这个星空碟 就能重现每年几场大型的流星雨 别说了 我买 我吃土剁手都要买 简直太棒了 抬头就是银河 眼里都是星辰大海 这孩子简直就是造梦仪啊 姐姐一定带你回家 其实也不用特意买回去 你来天文社看就好了 那不一样 既然你那么喜欢的话 借你回去用几天也行 真的 当然了 你在我眼中的形象 瞬间就变得高达起来了 我以后会尽量少嘲笑你的 就 只是少嘲笑啊 你既然那么喜欢天文 为什么选择读化学啊 因为我的父母不让我开船啊 嗯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航海家 可是航海专业只有专科 我的父母觉得我至少要读到本科 但光华又没有这个专业 因为宝宋又没有办法选择其他的学校 所以 我就勉强你闭眼去了化学系 不对啊 你既然是保送的 那为什么还会参加高考啊 高考 可是举国上下的大事 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 要是错过了不是太可惜了 怎么着也要累积一下经验值啊 那 语文缺考不是怎么过程 晴一天晚上吃海鲜吃到中毒 第二天去院洗牌呢 所以你这家伙根本就没中是吧 你以为考试是玩啊 不然呢 你考了这么多次 还没有体会到这其中单纯的乐趣啊 我 好吧 我输了 你说得对 输赢啊 不重要 有趣才更重要 如此可教也 那么快 怎么了 我有个面试让我下午过去一趟 什么公司啊 云马 云马 嗯 到了 谢谢啦 给天请你吃饭 你要不要来鱼马上班啊 我 可是我在画廊工作呀 你在那里顶多也就算个摆设 难道你就想一直这么当门童吗 画廊工作是比较清新 不过是有人好意介绍我去的 这我要是走了 是宁非介绍你去的吧 嗯 你到底跟她是什么关系啊 她要帮你介绍工作 不是 是朋友啊 之前她在楼上住的时候 我们有过一些交往 我给你一天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可不是一直都这么好心的 嗯 我考虑考虑 对了 如果我去的话 也是那个什么优才计划吗 你 嗯 优才 嗯 呵呵 当前才就知足吧你 你 嗯 那我走了 嗯 这么多估计聊天 忘了忘了他们一定会杀了我吧 张帅 来了 嗯 我正好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 对啊 画社啊 准备在楚楼的大厅 做一次大规模的画展 我看你书法也不错 最近手头上有没有作品 拿给我一起去展出 书法 你这个祝福也太别致了 嗯 怎么了 哦 没 没事 我现在没有 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画 刚好我的宣纸没用完 没事 不急 你写好了就送到兰宁社那边 他们准备在那儿给些人做宣传 你送过去啊 他们肯定求之不得 周氏 周氏 你躲什么躲呀 你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过十五了 出来 校主任 好久不见 可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你见我老躲着我 我还能见上你吗 哎呀 我这不是还没发工资吗 等我工资一下来 我立马就打给你 倒账了呀 啊 云玛那边啊 刚刚提升了这一季奖学金的发放额度 巧了 这事给你撞上了 去掉你欠的那些学费啊 剩下钱绰绰有余 我跟你说啊 有了这笔钱 别老是把日子过得苦巴巴的 知不知道 你先守一条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别整天脑子也就小时候打过 谢谢主任 主任再见 走了啊 主任慢走 好 这么多 恭喜你啊 终于不用再躲着了 张水 你 你快掐掐我 我也没有在做梦吧 不用了吧 没事 没事 我皮下的脂肪厚着呢 随便掐 快快快 等一下 喂 你还知道接电话啊你 你养的猫快把我烦死了 老催着我找你 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现在厉害了 还学过夜不归宿了你 我知道错了 我晚上请你们吃烤肉 那个 魏青没帮你怎么照办 我没事 我现在在学校呢 晚上回去跟你说 先挂了 我 朱师姐 不要吃 你 你是有嗓门挺大的 是的 我昨天晚上和朋友玩一夜没回家 他还挺着急的 魏青 也不归宿 他们不是分手了吗 那个 我不是发奖学精了吗 晚上请他们吃饭 要不你也一起吧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玩吧 那 那我就先回家了 等我洗好了之后给你看 嗯 好 拜拜 拜拜 喂 奖学金收到了 谢谢啊 谢谢什么 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话虽这么说 但确实太及时了 谢谢你 好 我接受你的谢意 还有别的事吗 哦 没事了 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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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董事长 不好了 云马艺术的骨架 怎么会这样 昨晚深夜有人在网上放出消息 说云马集团会把云马艺术 作为副资产出售 虽然传播的范围并不广 但还是影响了一部分虎民 今天早上一开盘 几个大单一抛售 虎民一跟风 抛售的那几个大单 有哪几家 竟然是他 要不要问问何总 不用了 他只会躲着我 你直接连去学词吧 好 董事长 李明成到了 坐吧 好 你很紧张吗 是 我没想到 魏总您会亲自面试我 我也没想到 这是我的简历 你的简历我看过了 物理成绩在光华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就算放在全国 也算排得上号 为什么不选择继续深造 而选择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领域 来实习呢 其实我并不是读书的材料 虽然我的成绩还行 这话怎么说 我擅长的只是考试的技巧 并不是真的在学习上 有多高的天分 科研深造是在学术上的 深根细作 是真正凭实意的领域 像我这样投机取巧的人啊 是到不了那一层的 你倒是坦白 投机取巧 倒是挺适合金融界的调性的 这行业最重要的 就是胆大心系脑子活 更何况你还有数学基础 我看你好像 还考了注册会计师和CFA啊 看来你是有所准备 是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 我就开始准备了 我现在那么说 您可能会觉得我在拍马屁 但是 我真的很想加入鱼马 为什么 因为您 您是我的偶像 我是你的偶像 艺术界评论我 说我是害群之马 这艺术上的事吧 我不太懂 但是 单从企业经营商来讲 只用了十年的时间 就把一家负债的企业 变成了如今 横跨 商业 投资 奢侈品 风投的综合性集团 这在商业上的成功啊 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谋略和手段 可不是靠网上几篇批批性的文章 就能随便做到的 好了 拍马屁的话 说到这里就行了 想要加入云马 给我一个理由 我研究过 目前能够找到的 关于云马运营的所有资料 我发现云马集团 在别的领域都发展得很好 但是 唯独云马艺术 一直处在负面消息当中 而且 最成功的一次 就是签约了天才画家寻然 除此之外 全都是画家解约画廊 经营萧条一类的消息 而且这些年 云马艺术 一直在其他的方向做一些投资 但都没有下文 这个 是我你的一份 关于云马艺术的投资方向规划 请您过目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你的意向是投资部 是 明天开始来上班吧 您录用我了 嗯 连你一个外人 都能看得这么清楚的事情 公司的那帮人 竟然给我装聋做一样 千钻 不要你打醒他们 谢谢董事长啊 你们干吗这样看着我呀 小飞 你不饿吗 看吧 我们小飞都不想理你 你说我们家有猫 你还跑去外面熄猫 还夜不归宿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真没骗你们 我昨天不是喝醉了吗 然后就在卫青家过夜 你们都只是喝酒 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嗯 卫青会放着你这主厨的饺子 不下照理 反正我不行 小飞 你最了解卫青 你相信我的对吧 我就知道小飞最了解我了 老板 再来三盘五花 老板给我来最好的 来了点 你们来了 宁辰哥坐这儿 谢谢 宁辰哥 你要多吃点肉 啊 谢谢 你吃 不用你给我包 我要周试吧 老师让试试包 他自己还吃不吃了 那你包啊 好啊 你们俩 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 他给我包 我就吃啊 这跟关系好不好 小飞 你要多吃点 对了 试试 今天这顿饭 待会儿我来买单 为什么呀 我刚放上奖学金 不是说好我请的吗 因为今天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我来买单 大家就吃单给我庆祝呢 是去鱼马吗 他们真的要你了 你 你怎么知道 是卫青跟我说的 难怪卫总今天会亲自面试 是你要求的吗 怎么可能 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 是明春哥你太优秀了 所以 其实 我一直以为你会留校 没想到你会去云马 我其实 一直挺纠结的 就怕进去了之后不适应 但是呢 某个人一直教导我说 不管做什么事 一定不要太计较输赢 要享受这件事的乐趣 所以我才鼓足了勇气 他出了这一步 好了好了 我相信明春哥 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我们一起敬他一杯吧 祝他在云马一帆风顺 干杯 干杯 谁要去云马啊 我要去 真巧我也要去 你也去 真是缘分 你在哪个部门啊 我在投资部 我在行政部 想不到我们竟然要做同事了 喂喂喂 你没看到我们在吃饭啊 你又想要去 不会找时间啊 有些人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反正以后是同事 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我们以后常联系啊 我们先走了 好 拜拜 对 上 给他点颜色看看 惯例少女 吃吃怎么看起来 不太高兴啊 那又要夹肉了吗 我也要去云马 什么 什么 凌晨哥 从明天起 你们就是同事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我想给你个惊喜 你也要去 你在哪个部门啊 前台 前台 来了 吃吧 吃吧 等结合吧 哇 你的饭量还真是惊人啊 明明吃了这么多肉 这么快就饿了 最重要的是 你还吃不胖 长身体吗 是 我们家小飞呢 还是个宝宝呢 嗯 那个 嗯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什么 我想从华王辞职 去师兄那儿吗 你知道呀 我还以为你刚刚只顾着吃呢 可是 你去了你会开心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明晨哥去了 冉玉学姐也去了 我想离他近点 那就去呗 你同意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主啊 总算做个了结了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地去云马上班了 好舍不得这里啊 要不是因为明晨哥 我还真不舍得走 嗯 这位女士 这里的话是禁止触碰的 薛小姐 你是 您上次回国 我们在宴会上见过的 我是魏清的 魏清 没有没有 我是上次负责现场的工作人员 我还跟你握过手呢 您记得吗 不好意思 因为过去太久了 所以 没事没事 没想到我会在这儿遇到您 你 不对 我记得上次在门口也见过您一次 你一定是记错了吧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这样啊 您也喜欢寻人的画 是 他的画 既飘逸 又充满灵气 让人不由自主就会被吸引 就像在面对世界的另一个入口一样 不过说实话 这样的观赏体验并不愉快 为什么 因为注视久了 你会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就像在注视深渊一样 让人窒息 让人窒息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做背景的夜空有多迷茫 他的星空图里永远不会遗漏一样东西 这也是他的画里必不可少的一个主题 迷失与寻找 虽然听上去消极 但其实并没有放弃希望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打扰您看话了 对不起 没有没有 你说得很对 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见同好 看来你对寻人的话很有研究呢 研究倒不敢当了 我倒是粉了他很多年 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他本人 何总监还说 我来到这儿工作 迟早会有一天会见到他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了 现在离开也是挺好的选择 因为再过不久 这间画廊就要一主了 一主 作为同好 跟你分享一个寻人作画的习惯吧 看出什么了吗 没有啊 这其实是一个冉字 这是隋然的一个小秘密 他在每幅画里面 都会把这个冉字融入到画中 若是不了解他的人 很容易把这个忽略掉 真的是个冉字 你怎么发现的 我看他很多画都没有发现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原来就是寻找这个人啊 喂 离职申请书啊 我给忘了这事了 对不起啊 那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随意 拜拜 好 请务不订 我也想要做这个 我来看去的 有问题 有什么 看到我 有意思 停 你买这么多吃得完吗 放冰箱啊 我们家冰箱放不下那么多东西 那就再买个冰箱 你说的倒是轻巧啊 你有钱吗 你小孩子 你知道一个冰箱多少钱吗 行 你有钱 你随便买 前提是只要我们立个洞 我们可没车啊 买车 钱够 钱 不是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把超市买下来呢 不许 不许买超市 不许想 气死我 菲菲 罗总 我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遇到你 怎么 你觉得我都不贯超市 没有 我是觉得像您这样的应该配高级餐厅感觉 就像顶级的鱼紫浆 不会在这些货架上卖一样的呢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放了我鸽子 所以这次一见到我 就疯狂地飘飘飘 不好意思 两位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吧 没事 这个货道放两辆车是有点窄的 要不我们用一辆吧 这样等一下收银的时候应该会不太方便吧 没关系 这样我们就能更近一点 太贵的料了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肉啊 我买给猫的 猫 走吧 所以薛小姐是不同意我的提案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魏总的提案很感兴趣 但收购云马艺术 是斯诺总部的决定 我也只是执行者而已 您实在是高看了我在决策中的影响力 收购云马艺术 难怪她说这件花囊会易住 薛小姐又何必自签呢 斯诺集团的主事人 虽然还没有对外公布继承者是谁 但是如果她不是充分的信任 是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大中华地区 交给你来管理 我相信云马艺术这样体量的收购 应该还不需要要上报给总部 估计只凭您的意愿 就可以决定终止或取消 魏总既然认定了 那我解释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不过我比较奇怪的是 如果你真心想阻止这场收购 为什么不去劝您的母亲 让她停止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呢 这样岂不是更快 我还听到一个说法 说您不光准备将云马艺术旗下的画廊业务 我拆分出去 还准备和所有画家解约 何总一时勤急 才用了下下实测 这么看起来似乎 始作俑者是魏总您才对呀 没有的是 画廊业务本身就是云马的起点 更是家父一生的心血 画家资源更是我们魏家 非常宝贵的财富 我不知道家母 是听了哪里的谣言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这些事情发生的 是吗 但传言 云马艺术旗下最火的画家寻然 和魏总年关系向来不好 你甚至扬言说要卖掉这间 专门为她开设的画廊 卖掉 你怎么在这儿 我碰巧路过 什么都没听到 魏总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好 我们下次再约薛小姐 相比较云马艺术 我可是希望和魏总有更亲密的合作呢 我可是希望和魏总有更亲密的合作呢 薛思小姐姐好热情啊 你验腹不强 嗯 你的耳朵怎么红啊 好像不是红 别碰我 你 嗯 我可是想要啊 怎么说 我这 brands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